有民眾拍下 僅民釣客沒穿救生衣 在東北角危險海域垂吊 當時的風浪相當大 拍打椒岩的浪花甚至是比人還要高 令人捏把冷汗 而另外在花蓮則是有補蠻苗的嬌伐 擱淺在花蓮溪口 海巡貨報之後 及時搶救 六名釣客站在東北角的椒岩上海吊 長浪不時拍打椒岩 有時浪甚至比人還高 而釣客還沒有穿救生衣令人捏把冷汗 如果發現是在我們公告的危險吊頂的區域 我們都會先以勸掌的方式 那請他把救生衣穿上 海巷變化多端 實在不能拿生命開玩笑 尤其最近東北氣風增強 在花蓮溪口則是由交罰觸礁擱淺 兩位漁民受困等待救援 太高氣了 所以他靠近的時候他還是有動力 對 準備 最早要第二個小時 對 一直靠過來 結果靠過來又落不出去 一直空轉 近期正值補蠻苗季 但一號晚上八點多 這艘交帆因為距離岸邊太近 船舵空轉損壞 加上東北氣風增強風浪太大 造成擱淺 海巡人員貨報及時出發救援 成功將人帶回岸上 到了白天再拖回交罰 海巡人員呼籲近期天氣變化大 從事海上活動要提高警覺 避免漢時發生 記者綜合報導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